大家好,我是嘟嘟 今天我要再講一個鬼故事 有一個男生,他晚上的時候要坐公車回家 但是,因為時間已經太晚了 所以感覺好像沒有車子會再來 於是,他想說那沒關係,我等等看 看看有沒有末班車 那,等啊等啊 突然間,看見遠方有一台公車開過來了 那他很高興的,就攔手 把公車攔下來,於是他就上車了 但是,發現上車之後,看到一件很詭異的事情 就是,末班車居然爆滿 只剩下一個座位 照理說,坐末班車的人 不會那麼多 我相信大家有坐過末班車應該都知道 人數不可能爆滿 於是呢,這個男生就坐到他唯一的一個 剩下的一個座位上面 那他旁邊是一個女生 那整台車上的人都靜悄悄的 突然間 這個女生就 悄悄的跟這個男生講話 說 你 不應該搭這班車的 那這個男生就覺得很奇怪啊 那這個女生又接著下去說 這台車 是 不是給活人做的 然後 女生又同時 用手比了 前面的那些人 說 他們 都是在等你 要來抓交替的 那這個男生就很害怕 想說 那怎麼辦 那這個女生呢 又 安撫他 說 沒關係沒關係 我可以幫助你 逃離這裡 那這個男生聽了 當然是覺得說 那好啊 那 你要怎麼幫我 然後 那這個女生 就 拉起這位男生的手 把公車的窗戶打開 一躍一下 跳出去後呢 這男生 聽到公車上所有的人 在講說 可惡 居然讓他跑啊 站在這個山坡上 這個男生就很感謝這個女生 謝謝 如果沒有你的話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突然 女生 故意的笑 終於沒有人 摸起來了 我的故事就講到這邊 故事流傳在民間 有 蠻多人都聽過的 但是我覺得這蠻恐怖的 所以我還是想要分享給大家 這故事就是呢 有一對夫妻 他們 時常吵架 但是 有一次 丈夫就在跟他 妻子吵架的時候 一怒之下 不小心把他妻子殺死了 那 丈夫就把妻子 拖到家裡附近的樹 樹蟲裡面把他埋葬了 這時候 丈夫回家過了好幾天 他心想奇怪 為什麼他的小孩子都沒有覺得說 媽媽怎麼好幾天都沒有回家了 他們也都沒有問 這時候 丈夫就跑去問孩子啊 說 欸小朋友啊 你們這幾天 是不是都沒有看媽媽 你們怎麼都沒有問媽媽去哪裡了 那小孩就跟爸爸說啊 爸爸 我才覺得 你很奇怪 為什麼你的 這幾天 背上都背著媽媽 好的 我的故事 就說到這 那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隨時關注我 還沒有分享的 也記得多幫我分享 然後喜歡鬼故事的朋友 我們下週見 掰掰